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用 我就随便举一个例子 这个smartart的部分 我们来去做一个讲解 因为有时候呢 当我今天滑鼠右键转换成smart 然后我就以这里面有一个齿轮为例 齿轮在这个地方 三点 确定 那我曾经没有教过你换色啊 什么之类的 可是他在这个地方换的颜色呢 会受限于我原本定义的那个颜色 那重点是这个物件呢 这个物件 我们可不可以去把它解散群组 因为解散群组之后我才可以去使用 当你在这边 假设我们今天 你会发现AABBCC 不能再加DD了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去增加 按照我们自己做好 怎么做 这边已经做了AABBCC 怎么做出第四个 所以最简单一个做法也许就是复制 复制 然后贴上 复制一个 然后到这边贴上 这样我们是不是再产生一个 这也许是你会觉得 比较简单容易的制作方式 稍微旋转一下 改变大小 然后把它放到适当的位置 例如说再贴上一个 那基本上 基本上这样子做的话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你现在独立出来这一个物件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办法去 例如说把物件填一个颜色 这个物件填另外一种颜色 就是把它分门别人拿去填色 就有立四个 例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改称DD 字的大小稍微缩小一点 然后这个呢 改成 例如说 红色字 好 改一下 不是AA 比如说11 好 这样子就是说 多做出来几个 因为本来你在做这个的时候呢 这边是不是只能做三个 这是它的限制 那如果你真的要做第四个 第五个 你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去做 好 所以这是第一个 请你稍微知道的一件事 好 请你们动手做一下 我做的是词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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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